清掉他所有東西,看見他要投降 你真害怕,搞定 今天的遊戲王Duel Links,我會跟大家分享劍鬥手的牌組 昨天我直播跟大家打KC杯 經過一番磨鍊之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右上角的這副牌組,我們先試試 我們第一場遇上的對手是海馬賴人 我現在打KC杯12級的對手 一開始這個起局就... 沒有怪,差一點點 不過有三種不同的陷阱、陷阱、魔法卡 可以捱一圈 兩張後排卡,一張... 咦,恐龍 這張我轉他房 看看我們抽到什麼卡 一隻怪獸,好 然後蓋多一張控制在這裡 因為其他有轉房 這個回合我們不用 主要看看他有什麼後排卡 如果他打得進去,我就會贊 他要用暴風烏鴉轉房 雖然打他不到,但我們還有暴風烏鴉再轉 萬一他照兩張,我們都有護牙 他發動粉碎 這個就糟糕了 剛好粉中我們的敵人控制器,先用一用 要不然還是被他踩爆了 我們轉回他,他就心急了 他先扭了弓,再用這個 所以就糟糕了 他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的話,我就要用這個 無底樂月 把它蓋起來 完全避開所有的攻勢 再來一張 哎呀,抽不到怪獸卡 我們比較糟糕了 不然兩張怪獸卡 這個回合就可以發動所有的效果 不過比較麻煩是左邊那張 想打左邊那張 因為我們如果有後排卡 都可以擋得住 打死這張 然後回合結束 發動劍鬥獸的特殊效果 由於如果我破他前排的話 他隨便打一張怪我都不夠打 所以我決定是 召喚劍鬥獸的封屬性 整隻雞的樣子 是破他的後排 因為我有鏡壁 所以是不怕他的 就可以選人家的後排破 哇,王者漢婆 如果出到青眼白龍那些 我就糟糕了 看到他現在召喚了海馬人 他就是召喚青眼白龍 幸好我們率先破了王者漢婆 如果青眼白龍出來我都不怕 但如果他先用青眼白龍打我們 那就難搞一點 幸好用青眼白龍打我們 我們可以用鏡壁換掉青眼白龍 如果他用鏡壁後 他青眼白龍不會打我們 所以我們未必能換掉青眼白龍 現在這個就是比較錯的做法 回合結束之後 我們再拿走劍鬥獸 發揮他的靈活性 拿另外一個劍鬥獸回來 由於我有轉房 所以這裡可以選擇 魚也可以 2600的雞也可以 我看到他沒有手牌 所以壓力應該不大 直接用魚破了他 萬一他下一局抽到怪獸卡 我們還有 好烏鴉 哎呀我眼睛夜障中 但是他這張被人效果破壞的時候 送入墓地可以特殊召喚自己墓地的龍族 這些全部都是效果 我要製造一個 我是一個困境 然後再用我的靈活性打贏他 信不信 信不信由你 來吧 我們來劍鬥獸 將他轉房 打他換卡 不足夠了 換了這張 嘩 吃了底 效果 這次發動劍鬥獸召喚的魚仔 我放了兩張 這次就要防守 萬一 他有一個千多弓的魚仔 我們就不夠生命值去摺 這個要防守 破壞了青眼白龍之後 我們將另一張魚仔也打過 再特殊召喚另一個劍鬥獸 這次我們可以防高攻 然後防雞 這個雞 這個雞還有另一個特殊效果 我們有機會再給大家看看 他回後結束 手無薄雞之力 看來他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特殊召喚 將三張劍鬥獸放進自己的牌子裡 然後特殊召喚 出來吧 不知道什麼怪 他的特殊效果就是不會被戰鬥破壞 並且在戰鬥階段是不會受別人的魔法卡 陷阱卡所影響 一役打他 三千血 回合結束 並且回合結束之後 還可以得樹召喚兩個劍鬥獸 三變一 一再變二 我們可以變回高攻的穩陣 萬一如果剛才還有別人的後排 我們換雞出來炸後排也是可以的 後排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技能 去啦,倒打王 這張卡片是怎樣用呢 就是萬一我們手上抽到很差的劍鬥獸 亦都不夠對手打 例如這張卡片是很厲害的怪獸 我們不夠他打 我們的方法就是我們扣血 扣千百血 召喚倒彈王 打倒彈王 令到我們劍鬥獸可以觸發一個戰鬥的效果 因為戰鬥過的劍鬥獸才可以在回合結束特殊召喚 就算倒彈王我們打贏也好 打不贏也好 我們都是可以觸發戰鬥 並且扣自己不是很多的血 並且觸發我們的特殊能力 例如這個是不夠打 回合結束之後可以召喚一條魚出來 炸爆我們想炸那張怪獸卡 如果不是你用雞打倒彈王 雞打贏了之後就可以... 我就是要迫到自己絕爐才可以發揮我們的特殊效果 為什麼就是青眼白龍在這裡 叫一條魚出來 炸死牠 沒時間了快點 炸爆他青眼白龍 青眼白龍 OKOKOK 一切都是效果 再叫個雞 快點快點 防守 炸爆牠的場景格 清掉所有東西 看到牠要投降 你太害怕了 搞定 是效果 一定是效果 相信大家在剛才的戰鬥當中 已經看到我們多少效果 相信大家在剛才的對戰當中 已經看到劍鬥獸多有靈活性 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我們的牌組編成 首先一定要齊的就是劍鬥獸火屬性 這個老虎為什麼要齊? 因為牠高攻 1800攻 比較容易站到場打死對面的小怪 之後觸發牠特殊能力召喚其他劍鬥獸 再破後排或者破其他打不贏的怪獸 破後排就要特殊召喚風屬性的劍鬥獸 如果想破怪獸就要特殊召喚水屬性的劍鬥獸 如果你看到對手沒有什麼後排 並且你想打高傷害 就要召喚地屬性的劍鬥獸 可以打兩次 如果被劍鬥獸的特殊效果召喚出來之後 雞我們剛才沒有用到特殊效果 大家當牠是一個高攻的戰場怪都可以 但是牠的強勁效果 萬一我們拿的是魚 我們用獅子打完之後 敵人牆上還有一張怪獅子 獅子回到牌組 特殊召喚雞出來 牠可以發動一個特殊效果 令到我們手牌上拿著的魚 或者是雞 因為我們是特殊召喚這兩張才有牠的強勁出現 萬一召喚是魚 你可以馬上用牠的效果 炸死對手的怪獸 相反,用雞的話就可以馬上炸死對手的後排卡 但是如果經過劍鬥獸而特殊召喚出來的雞和魚 就會在炸完效果之後 就會回到自己牌組 所以當作是自己手牌換別人一張牌的效果 其次的重點就是三張控制器 轉防,這個也是轉防 接著就是攻擊無敵化 新卡包大家抽劍鬥獸應該都會抽到 這個最好都是有三張 因為他們兩個的效果都非常漂亮 一就是令到我們的怪獸不會霸 二就是令到我們的回合不會受到這個戰鬥傷害 劍鬥獸通常都用第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萬一我們手上拿著魚 攻擊力不太高 我們打出來之後 配合攻擊無敵化 就可以自己主動打敵人 來一個反擊 被人打 我們開這個都可以 觸發了戰鬥階段 然後劍鬥獸就可以回到牌組 照顧其他你想要的劍鬥獸 而用他的效果 另外一張很厲害的就是這個無底的落絕 因為現在很多怪獸都召喚出來 效果很厲害 例如現在很流行的古具機 大家看到他的戰鬥階段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就要用這些卡片 令到他一出來就蓋起來 令到我們有機會可以召喚魚去炸爆他 不過記得魚一定要炸表面顯示的怪獸 所以你要用一些手段令到你蓋起來 所以這個就要看情況來用 大家之後就看看自己有什麼後排保護卡 如果有半封都可以建議放 因為我沒有 所以放了一張力量 萬一自己的怪獸不夠人家 高攻就用力量吸人的攻擊力加到自己 也放了一張休息的劍鬥獸 萬一我手牌裡拿了兩條魚 拿了一隻小鳥 那麼不幸運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洗手 如果不放這張也是可以的 看自己的使用順不順手 融合卡方面那包抽到什麼 你放進去就對了 那其實UR這個就不用說真的這麼必要 我覺得有SR這張也夠玩 又是三個鍵鬥獸 回到任特殊召喚這張卡片 他的技能其實是OP 不過就是消耗自己一張手牌 他就不單止不像這張 只是戰鬥階段才不怕人家的陷阱魔法卡 他是所有的階段都不怕陷阱和魔法卡 只要你丟一張手牌就可以令到他無效被破壞 所以如果有手牌就會召喚這個 沒有手牌就會召喚這個 但這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有火屬性的劍鬥獸 才可以得署召喚到 亦都放了兩張鏡壁 因為我沒有半風那些 不可以主動的時候用 我們亦都可以用鏡壁打個反擊 除了可以整敗對手的卡片之外 我們被人打都可以觸發一個叫做戰鬥過 所以我們開完鏡壁被人打 賺了別人的卡片之後 還可以特殊召喚其他劍鬥獸 再炸他的前後牌 整副卡組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斟酌自己有什麼卡牌 作出調整 並且選出你自己盡順手的牌組組就可以了 未必一定會插足別人的牌 最後再提醒大家 如果技能方面 你用杏子的神聖守護 其實會比較配合鑽防的打法 因為鑽防 你用神聖守護 你自己攻擊別人的時候 又不會扣到自己的生命值 那為什麼我用萬象木呢 因為夠喜歡 而且我喜歡扔倒打王出去死 好了,這集影片到此為止 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個like 還記得訂閱成員們 下支影片可以按個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有個鈴鐺 按了它就可以接收我最新的YouTube資訊 如果想看更多直播 可以去Facebook讚好我的專頁 就會看到我最新的直播時間表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Sup